在成佛之前 阿弥陀佛也同样立下了广大事愿 阿弥陀佛的成佛基础 是希望众生能往生善道 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十八愿 也是我们十方众生最后的希望 众生修持本愿念佛 即能往生极乐世界 愿成就文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解释 第十八愿的经文 他愿成就文才是四十个字 所以论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也都应该往生成佛 因为他的愿是为十方众生而发的 那么他已经成佛了而十方众生 像我们还在这里还没有往生成佛 这个在阿弥陀经就有说明 也就是说遇到这一个法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性的不同 所谓以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就会怎么样呢 若以生 若今生 若当生 也就是说有愿生之心就必定能往生 那么这个信愿行 就第十八愿来讲 它是信愿行都具足的 信愿行都涵盖在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哄明当中 信愿行是互相涵盖的 所谓信当中有愿生之心 所谓愿相信弥陀救度至极乐世界归宿 在行方面 即是晓得弥陀会救度众生至极乐世界 因此念佛 信愿行是一体具足的 也就是说 众生有信 阿弥陀佛即能用愿来救度众生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